心血管疾病是现代人的一种常见病 那么传统医学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偏方 可以在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时候有救急的作用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问一下林医师 林医师您好 小坤你好 大家好 林医师这个心血管疾病有时候它发作的时候 的确是就是时间很紧急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就是可以争取这个抢救急救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中医一般讲都是说 气血寸脏你就没病 只有什么情况才会生病就是气质血医 那这个心脏病我今年还特别投了一个稿 见到那个大纪炎时报 为什么因为刚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歌唱家叫马照进来 不是心脏衰竭就倒在那个超市 然后急救就没救回来吗 后来我又看到报纸写的说什么 二月份到三月份气候比较不稳定 结果就有很多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他说大概有十二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说今年心血管疾病会特别多 为什么呢 就是跟丁亥年有关 丁亥年 猪啊 今年今年 丁在中医他代表的是心火 心他用火来代表 所以是丁火 就指心脏 心是指血管 血管疾病都是心脏来管 那个亥是指水 今年是火在上水在下 这个在挂上面叫做火水未济 本来有一个好好的挂就是说 水在上火在下 叫做水火济济 那就是水在火在烧那个水 让那个水保温 温温的 然后好好蒸花 这样子很好 但是今年因为火在上面 火往上烧 水往下就变成水克火 那我们一般用火代表心脏 心脏血管有病 心脏衰竭或者各种毛病 就会出现 所以今年我就特别写一篇文章说 丁亥年要特别一晃心血管疾病 哇 所以今年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要特别小心了 对 一定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去调 结果我就到 我到四月份 那我有到那个板桥农家去演讲 去做健康讲座 我本来是想说 用那个五行来讲 怎么养生 综艺的五行是怎么养生 金木水火的怎么养生 但是在还没有讲之前 我就刚递的主任 稍微聊了一下说 我说请问主任 你们这边农民的年龄 大概平均多少 他说我们平均年龄是82岁 我一听82岁 这个高龄 我算什么 我还来跟他讲宝剑 我就想说我不讲五行 我就直接讲卸道按摩 在讲的时候讲讲讲 那护士也有去听 有很多护士 那讲完他们就问我说 医生啊 我们这伯伯都很老了 可能有时候半夜心脏病滑作 救护车还没来的时候就 就没有人就不行了 他说有没有啊 那中医你既然讲卸道按摩 有没有什么好的卸道可以争取时间 就是说他还没有 救护车还没有来之前 赶快按压这个卸道啊 让他的症状减缓 然后就有时间在救护车来之间 不然他们都那么高年龄 说来就来 对 我说有啊 有一个卸道是属于心包巾的 心包巾在手 叫做内关蟹 我说真的真的 那赶快介绍 那很好找吗 很好找 就在我们手背 例如这个手 这个手腕这不是一个横纹吗 你用自己的指头 它四个指头 它都两寸嘛 就这样比上来就正中线 这心包蟹是从中指这样开始 然后就叫两寸这个地方 内关蟹 那万一说 因为他们这个农民这个都是住在农家嘛 他们就是半夜如果花之后 有时候护理人也会去啊 就是叫救护车手 这个时候如果 你是跟他同住一起的农 两个农民他可以互相帮忙 跟他按压这个事情 大力的按 按到他痛 他感觉到痛 然后再给他 他压一分钟 然后再给他轻轻的揉 要按压一分钟 然后再轻轻揉 对 轻轻揉 然后他做个五分钟 这个症状应该可以减缓 这个蟹道叫内关蟹 内关蟹 所以我们说有没有救急啊 救急 因为他要争取这个时间去就医嘛 他说像护士说的 这样时间争取到了救护车来了 就有机会了 是 那通常心血管疾病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心血管疾病 叫胸痛 我们中医 没有以前不叫心痛 它叫做胸痛侧背 就是你是胸痛 痛到连背部都怪怪的 扯到背部痛 背痛连接 就是你这个症状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 就是胸痛 胸闷 那有时候就是血管塞住 最终有一个特别的叫 胸痛侧背 叫胸臂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东西 你就是利用这个心包筋 心包筋 它的穴道可以反这个症状 但是呢 最重要你还是要送医院嘛 因为这个如果是堵住了 它的稀有 它们的处理方法 所以我们说 叫做救急 所以这个小偏方 按压这个内关穴 是可以救急的 对 心脏病 尤其我发现 现在心脏病的年龄层 有降低 所以心血管疾病 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所以每一个人 如果觉得有胸痛侧背 这个现象要注意了 那通常都是 因为生活不正常引起的吗 这不一定有很多原因吧 还是有很多原因 希望以后在节目中 您能为我们再介绍一些 多一些关于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